我是住生在海邊 第一次來中國 早上5點可能落地 我們直接去了天安門廣 就看了看哭了 特別感動 一個中醫大夫他跟我說 你應該上一輩子是中國人 我就覺得有可能 我18歲 就一個人就開始買腳拳 拿了我的50個腳拳 來了讀大學,哪裡都拍 我認識野孩子的時候 音樂打動了我們 應該算民謠音樂 年輕的時候 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家庭 他們去錄音 他們去排練 我就去 我們是特別親的朋友 因為青春是一起過的 張維維 我叫他張維維 他說房間快快樂樂 然後我真的想 有這樣的人在這兒 我就可以待在中國 我老跟他說 我說你的資源太大 在我的生命 喝酒吧的時間也不這麼長 有各種人去作家、畫家、做電影的 比如說杜國峰的照片 哇,來了杜國峰,好激動 都不敢說話 就拍 我們倆第一次認識 那時候也是在一個文藝圈 就有我們倆 就23、24歲 聊得特別直接 特別放鬆 但是我們後來一次都沒有幫上 正好哪天沒拍 後悔 今天我們這個日子 就是正好是 小索走了13年 這個青春的第一個 大的悲傷悲劇 小索走了兩天之後 大家就做了一個演出 唱了他的歌 所以我就一個一個叫朋友們過來 我說我就拍為了留給他一個紀念 即便我去洗的時候 就一半全部都沒出來 你是不是把這些人 就是留給 這些照片就留給自己 小索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當你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不怎麼說話 但是要說話的時候 一定要陪一個大笑 說一句樂一句 黃河的水不停地流 流過了家 流過了蘭州 留紀錄片街腳下 流,你我點 後來大家也撒了 幾年之後 就是野孩子中心的開始 原來在一個20平米的小酒吧演出 10年之後就在工人區館演出 看這些我就挺高興 還是做音樂 還是開心地團結 沒有妥協 我很高興我能拍到他們的開始 最早野孩子住在丹殿 那時候真的是郊區 我記得我下公共汽車第一個看到的流浪貓 小河和玩笑莉住在天通園 這個大的塑料我都不知道小河為什麽 可能是保暖 或者可能是爲了一個稍微溫柔一點的光 看那個玩笑莉在她家和她閨女 那麽瘦瘦的 感覺真的作為音樂人吃不飽 現在看那麽多人認可愛她的音樂 其實很大的快樂 我這個階段要做的攝影是紀錄片攝影 紀錄的時候你要讓人覺得你不在這兒 你不再拍他們 所以你要讓他們接受你 這個狀態也是你自己消失 自己不在 你是觀察 你在聽 你在看 說話 我喜歡這個狀態 幫緊身上 très跳的 因素 我的女子可以 Siri 放著我的化合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